歡迎收看FAQ系列第十二集 第十二集我們要講的 因為疫情真的很嚴重 可能大家會有被居隔 或是曾經確診的經驗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些 確診者或是居隔者的感想 FAQ 你確診經過是怎樣 沒經過 就是你那天是突然發燒對不對 然後回家就驗 然後 然後 然後就好好玩了 怎樣 就 就這樣 哪有 講一下 蛤 蛤 就這樣啊 然後咧 你有什麼身體不適嗎 沒有 然後你就好了 對啊 很神奇 你是確診過 對啊 然後你是帶什麼時候確診 噁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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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噁 剛剛 然後然後然後你帶 確診有什麼 發生 有發生 就是終死了不想上英文課 故意請假 其實第一節課就沒有不舒服 那大概多久就好 呃 3天吧 3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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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確診過 對啊 那你有什麼好症狀 就 嚴重流 好 嚴重流 嚴重流 醫生 那大概幾天就好 3 所以差不多3天 3天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曾經被鞠隔過 你們家是誰確診 我爸 我爸 你爸 那你在家 就一直公在家裡嗎 對啊 那你會很想要出去嗎 不會 因為你很想玩電腦回來 因為我有冷氣 我爸 你們家是誰確診 我爸 所以你就被鞠隔 對 那 你在訪問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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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有些 他們都覺得還好 那鄭重 差不多是3天內就會解說 緩解 或是甚至有些是沒有鄭重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不要再弄那